先用大火逼出五花肉片的油脂 再搭配厚片叉燒及绞肉 拉面汤底则是加入了 辣麻油 花椒及芝麻酱 营造多层次口感 这碗拉面不止食材下功夫 上头有Kitty头像的鱼板 肉片上面还有蝴蝶结造型的红萝卜点缀 可以看到这碗Hello Kitty的拉面 上面已经有很多Kitty的元素了 不过重头戏在后头 把拉面全部吃光光 这样就可以看到Hello Kitty咯 拉面碗底有绑着头巾的凯蒂猫 超模模样是隐藏亮点 就是要让民众把面吃光光 就是它吃起来辣辣的 蛮温暖的 然后又一股麻油的香气 我觉得很香 废掉起来应该比平常的拉面 更要废两到三倍的时间 业者才限时限量的方式 登台抢供粉丝荷包 其实不止凯蒂猫来这一招 这是您的蛋黄哥山耀泥越好烧 山耀泥大板烧上头还有颗蛋黄 仔细看有眼睛嘴巴 这是超人气的卡通人物蛋黄哥 用筷子搓一搓 超萌超呆的模样好生动 可爱的蛋黄哥料理 其实靠的就是这一片可食用的蒟蒻 把蛋黄哥的表情印在上头 放在蛋上面 就是货真价实的蛋黄哥咯 就靠这一张小贴纸 让蛋黄哥实体化成了桌上佳肴 业者推出期间限定餐点 搭配手提袋小毛巾等 周篇赠品炒热买气 一天可以卖出五六十份 不论是蛋黄哥还是Kitty Mow 都有广大粉丝甘心掏钱买单 再加上期间限定的诱因 让Kawaii的萌经济再度发威 记者夏军成家宏台报道